这个体外冲击波碎时的话呢 我们对它现在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这是在20年以前 就是80年代初 逐渐的应用在临床 在当时由于没有更多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那么体外冲击波碎时的适应证是非常非常广的 但是现在看来 由于体外冲击波碎时 如果密度过高 也就是说我们给它打的次数太多了 而且隔的时间比较短 那么能量过大 虽然可以进行有效的碎时 但是对肾脏本身它也是有一定的损害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建议就是负荷不要太大 也就是结石在两公分左右的 这个另外一个密度不能太硬 如果密度特别硬的话 那么碎时效果也不是很好 也不是很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